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更享受被追求的感觉 所以一直在两人之间摇摆 拿着李念双玉给的水果和王秋一分享乐在其中 男二号郭浩然表现同样是离谱 一开始选择的是女一号和李万一 在李万一和张根源第一次约会回来之后 还一直追问两个人的约会细节 甚至有些挂脸 虽然这样的表现给人感觉有些不体面 但是却也可以理解 毕竟感情中上头的时候总是会容易控制不住情绪 李万一也给予了足够的回应 两人短信一直都是双向选择 然而就在大家都觉得应该稳了的好时候 女色号嘉月出场 郭浩然就忽然转向了 让人猝不及防 不但热情和金嘉月一起做饭 向张根源打听对方的喜好 还约了一起打球 李万一在她的眼里变成了空气 好像忽然就不存在了一样 这让李万一非常难受 她的这一系列操作就像是在说 我看中的东西谁都不能抢 但是我自己随时可以不要 换个话说就是 你得是最坚定的 而我是自由的 这种控制欲真的是离谱 男三号张根源稍微好一些 在小吴第一次集体聚会的时候 表现略微有些轻浮 加上年龄最小 成为三位男嘉宾中无人选择的一个 不过三期节目下来 很多观众确实发现 她或许才是更清醒的那一个 至少分得清自己聊得来 和自己喜欢的是两码事情 虽然在两次约会中 和李万一还有金家月都聊得不错 深入浅出聊得很开心 但还是坚定自己的选择 理念双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无论她和谁在一起 都缺少那种恋爱的氛围感 感觉像朋友多一些 观众想给她组个CP 都找不到合适的女嘉宾 也是很离谱 总而言之 当前节目的情况虽然观察是一直高呼 但是观众真的做不到 好在男色号终于要出场 虽然还没有露脸 但是从接受女色号金家月的表现看 举止还是很绅士的 第一天也非常热情地给大家做了红烧肉 给人感觉很会照顾人 金家月喜欢吃肥肉 但显然又有些害怕长胖 所以故意挑碎肉吃 她没有任何建议 反而还帮忙把肉碎搞出来 真的是很善解人意 或许她能够成为小屋里 四位女嘉宾们更好的那个选择 让我们拭目以待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